柯文哲說的這一次是沈慶金選後未老 不過現在鏡中刊掌握 並非柯文哲說的只有一次 其實早在大選期間 2023年9月30號 就曾單獨前往桃珠影員 跟沈慶金見面 隔天緊接前往美新 進行科技產業之旅 就這麼巧過海關轉機時 柯文哲手機意外一失 不還好我那個手機 我就很有自信 裡面沒有什麼不雅照的 手機不見 柯文哲說的雲淡風輕 但裡頭可是有私人通訊記錄 民眾黨黨務資料 不分區立委面試名單 而幕僚團隊處理方式 竟然是直接將這些雲端 備份資料通通刪除 而不是救回資料 莫非雲端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對於政治獻金 其實它都是非常清楚 真正的大帳房 應該是在自己 小帳房是隱文捐 通常iPhone儀師會先利用 內建App尋找手機 或是啟動儀師模式 最後才是遠端清空手機 而且去年六月 金華塵案已經開始發酵 柯文哲手機卻在十月不見 再回顧時間點跟做法 實在不尋常 進行新聞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